好,大家都测完你的潘比星了,你的得分是多少呢?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潘比星测量在美国、荷兰和中国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毫无意外,我们中国人夺得了潘比星的冠军 但是呢,差距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基本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话,如果你的潘比星是在3.65以上的话 那么就是高于平均人群了 你就需要注意自己的潘比星是不是太重了 尤其是如果超过了4分的话,那真的是比较重 那你就应该注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潘比星理 这样的话不仅会使你变得更幸福 而且也会让你对于现实世界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潘比星是我们刚才说的,伊斯特林总结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一个经济发展不能够促进幸福的两大障碍 第二个障碍呢,是享乐适应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话,是特别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的 嗅觉也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一个人对你经常非常好,那么时间长了,你也不觉得他有多好 一个人呢,假如经常对你不好,那么时间长了,你也不觉得他有多不好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也就是说明我们的适应啊,不仅仅是在生理上 其实也在心理上面 假如经常有好事发生,时间长了,你也就适应了这个好事 假如经常有一个坏事发生,那你时间长了,也会适应 这个的话就是享乐适应 人类为什么会有这个享乐适应呢 它和生理上的适应其实是很一样的原理 就是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如果持续的传来一个非常强度大的一个刺激 那么大脑就会自动调低对它的反应 要不然的话,大脑它自己受不了 那么极端的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吸毒 那么吸毒的话,会给你大脑带来非常强烈的那种喜悦的刺激 但是长期以往,其实这个对于大脑是有一个损害的 所以它的话就自动调低了对它的反应强度 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吸毒的人下一次必须增加吸毒的剂量 才能达到上一次那样的狂喜程度 由此的话,最后就变成了吸毒成瘾 我们大多数情况,当然没有像刚才举的例子那样极端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享乐适应其实是净化给了我们一个适应性机制 它的话可以保护我们免于对刺激的伤害 第二的话,是它提醒我们更多的话,注意变化 而不只是注意不变的背景 因为我们人类啊,本质上是属于青蛙的 我们更多的话是要注意,哎,环境中有什么东西在飞,在动 而不是不变的稳定的背景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更好的促进作用 因此的话呢,如果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一个坏事发生了 那这个机制就可以让我们更快的适应它 我们不再会因为一个负面的打击,就从此一蹶不振,就从此每天都闷闷不乐 然后反过来呢,当有一件好事发生了,我们也能很快的适应它 我们会说,哎,这个好事挺好,但是下面我要追求更好的好事 所以呢,你这样的话就会变得成就更高,从而你的基因传播的更广啊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适应机制其实是进化给的我们一样 促进我们生存和繁衍的一个武器 可是呢,它对于我们的幸福是有很大的伤害 因为我们人的话,这样就必须不停的去追求更多更好的东西 好像才能够变得跟以前一样幸福 那么这个的话,有人就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叫做幸福跑步机 你在这个跑步机上不停的跑 结果呢,其实你的幸福程度停在原地,并没有变得更幸福 他提出这个东西呢,当然是说 你们人类好惨啊,就好像这个漫画里画的一样 你不停的奔跑,想抓到前面的那个胡萝卜 想变得幸福,可是永远也抓不到 可是我觉得呀,这挺好的呀 幸福就应该是个跑步机呀 他其实是在说,幸福是个虚幻的东西 你永远也抓不到 但其实呢,幸福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幸福它不应该是一个名词 它其实更多的话,应该是一个动词 并不是像这幅漫画里的胡萝卜一样 我往前可以抓住幸福 然后从此我就得到了幸福 不是的,幸福就应该是一个跑步的状态 是一个动作 是你一直在做,然后才能够得到的状态 而不是一样,你得到之后就不再失去的东西 哎,我赚了这么多钱 我财务自由了 从此幸福就变成了一块勋章 我把它藏在家里,我永远只要一摸这个勋章 我就幸福了 不是的,幸福是你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你跟你的家人之间的沟通 你是不是在为别人做好事 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兴趣爱好投入 让你感到自己非常蓬勃的事情 让你的人生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才是幸福的根源 所以呢,幸福是个跑步机 总好过幸福是块巧克力 幸福应该是一个你做就幸福 不做就不幸福的动词 而不是一样,你能够拿到获得的一个东西 如果把幸福当成一个名词 那就好像那个所谓的幸福药片一样 你只要吃下去就幸福了 然后不吃下去就不幸福 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你的身体长期来看是不利的 像这个图里面的幸福药片 它其实是不能够长期服用的 你一次性不能够服用超过八个星期 不然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那么真正的幸福药片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不停地去做的事情 你的运动,你的关爱,你的追求,你的兴趣爱好 这些每天在做的事情让你幸福 而不是一些东西让你幸福 第一个是刚才说的别人很重要 你跟别人的沟通 跟别人的关系 帮助别人让你幸福 第二个是你的经历 而不是你的东西让你更幸福 那么科学家做过这样的研究 他调查了一些大学生 问问你上次把钱花在经历上 你感觉怎么样 上次把钱花在买东西上面 你感觉怎么样 结果发现把钱花在经历上的话 比如说去旅行 或者去看展览 听音乐会 或者哪怕就是请朋友一起吃饭等等 这些上面的话 比你买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钱花得更值 也会觉得他让我变得更幸福 更重要的是 你也会觉得这样把钱花在经历上 让别人更幸福 跟别人的连接更强 而且呢 你把钱花在经历上之后呢 你的攀比心也会变得更少 这个的话就说明 我们把钱花在经历上 比把钱花在买东西上面 能够更加促进幸福 不仅如此 我们自己也更喜欢 把钱花在经历上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研究表明 一个人的话 其实是更喜欢谈论 自己上次花钱 去做了一件事情的经历 而不是花钱买了一样东西 我买了一个手机 我并不会大肆地跟别人去宣传 而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它多么多么的酷炫 但是呢 我出去旅行了一趟 我回来很高兴地会跟大家谈论 不仅如此 我们的话也会更加喜欢 有共同经历的人 而不是共同东西的人 我买了一个 比如说iPhone 5 你也有一个iPhone 5 我因此就会特别喜欢你吗 不太会 但是假如我有一天跟你聊天 我去过三峡 你也去过三峡 我们两个人就会聊得特别来 然后呢 我也会更加喜欢这个人 因为呢 经历比东西更加的定义一个人 我们会觉得 我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 但你很少会定义 我是一个喜欢苹果手机的人 所以呢 假如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而且我还去了三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长江旁边长大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三峡 那么你也喜欢三峡 当然你喜欢三峡的原因 可能跟我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呢 我总会觉得 我们两个人更靠近 第三个呢 因此的话 谈完经历之后 你也会对别人更友好 哪怕是你不是跟一个 跟自己有共同经历的人谈 你就是自己跟这个研究者访谈 哎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访谈完之后 你也会对别人更加友好 可是 为什么 经历对人 有这么多的好处 大家往往还是喜欢把钱 花在买东西上面 而不是买经历上面呢 因为呀 我们往往会严重低估 这个钱花在经历上的值得程度 这些研究者呢 又让人来事先估计 假如你把钱花在经历上 或者把钱花在买东西上面 会给你带来多少幸福 这个钱有多值得 结果呢 就发现 大家的对于这个钱带来的幸福啊 预测都是一样的 都认为 如果我把钱花在经历上面 我肯定会变得比 买东西更幸福 那么事后评估 果然也是这样的 可是 对于这个钱花的是不是值得 大家的预测就大错而特错了 大家事先都会预测说 这个钱肯定是要买东西才值得呀 它是一样东西放在家里 我以后每次看见它 我就会变得更开心 觉得值 可是呢 如果出去一趟 或者呢 去看一个博览 听一个音乐会 花完就没了 这个事后的话 我不会觉得钱花的值得 所以呢 大家会预测 还是买东西 钱花的更值得 可是 真正的 你去了这个经历 或者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对于这个经历的 钱花的值得的评价程度 反而更高 也就是说 我们会事先觉得 钱呢 还是买东西更值 但是事后呢 确实会觉得 还是花在一个经历上 更值得 所以呢 这个的话就是我要给你的第二个幸福建议 就是把钱花在经历上 而不是买很多东西上面 你的话去旅行也好 听音乐会 看博览会也好 或者呢 是跟朋友一起吃饭也好 这些的话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幸福 研究者认为呢 原因的话主要有三点 第一呢 把钱花在经历上面 一般来说呢 你总是跟别人在一起的一个经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可以更多的促进人际的连接 第二呢 像我们刚才说的 人呢 经常是通过经历来定义自己的 而不是拥有的物品来定义自己 因为你的经历啊 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经历了一段事情之后呢 它能够更加促进自我认知 让我更加清楚的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三呢 经历呢 更多的话是在于内在价值 它不好攀比 东西很容易攀比 你买的东西多少钱 我买的东西多少钱 一比就比出来了 可是经历 你怎么来比呢 我的旅行和你的旅行 不好攀比 当然 这个只是一个统计的普遍情况 有些人特别喜欢攀比 他能够把经历也能够攀比起来 我就曾经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我跟一个人聊天 我说 我去过黄山 他说 我也去过黄山 我很高兴 正要跟他谈论 黄山上的一些经历的时候 他说 你是怎么上去的 我说 我是爬上去的 因为我觉得爬上去很有乐趣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我是坐轿子上去的 这样的话 好像就是他比我更高级 所以你看 有些人他总是可以攀比 我估计 就算我说 我也是坐轿子上去的 他还会说 那我的轿子是黄金轿子 里面还有一个冲水马桶 怎么样都可以攀比 但是 我猜 这么喜欢攀比的人 恐怕不是太幸福的 如果有钱的话 并不是买多好的衣服 多好的手表 而更多的话是 他能够给我买来多少精力 包括 有时候 不要钱 而是来换精力 为什么呢 因为精力都是需要时间的呀 有些最美好的精力 他其实不要钱 比如说 跟孩子在一起 跟家人在一起 但是呢 你本来可以把这个时间 用来赚钱 对不对 现在的话 我就能做一个 有意识的决定 我少赚一点钱 但是呢 我多花更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 对我人生 最有意义的事情 陪孩子长大 跟家人在一起聊天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能够 让我变得更幸福 也让我觉得 人生更有意义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也是因为 有研究支撑 他们的话 就是发现 把时间看得更重的人 把比钱 看得更重的人 更幸福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 有钱的话 去花精力 然后呢 也不要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挣钱上面 而是把这个时间 用在对你 最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 要介绍的幸福的方法 听上去很少 对不对 只有两条 第一呢 就是别人很重要 怎么样跟别人沟通 为别人服务 能让你更幸福 第二个的话 是精力很重要 而不是东西很重要 把资源用在精力上面 可以让你更幸福 那么这个的话 是因为我们后面 还有很多讲 基本上每一讲 其实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幸福 那么比如说 我们下一讲的话 会说 怎么样发挥品格优势和美德 那么这个的话 显然让你变得更幸福 还有呢 怎么样变得更乐观 怎么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 那么怎么样构建 更好的人际关系 然后的话 我们的主题就变成 怎么样在你的人生中 取得更大的成就 从中得到更多的意义 那么里面的内容的话 有包括 怎么样构建一个更加积极的自我 怎么样有一个更积极的动机 你的浮流 价值观和意义 怎么样创造 怎么样得到美 怎么样能够获得一个 积极身心合一的状态 等等 这些显然也都是能够促进你的幸福的 除了其中有一个内容 坚毅和自律 坚毅和自律 根据现在的研究 并不会直接促进你的幸福 甚至跟你的幸福是负相关的 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要坚毅和自律了吗 当然需要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时候强调的 就是 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幸福心理学 并不是以幸福为 唯一的目标 反过来 幸福是当你能够达到上面的 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的一个副产品 所以呢 哪怕是那些不能直接促进幸福的东西 我们也仍然要强调 仍然要学习 仍然要去做到 所以啊 在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最后部分呢 我要强调一下幸福的局限 幸福并不是你人生的唯一目标 有的人说 人生活着就是为了得到幸福 这个的话 我并不同意 我个人的话 经常会做一些 我明知会让我不幸福的事情 比如说 走神 那么曾经有一篇发在科学杂志上的一个很有名的文章 他说呢 走神的人不幸福 对的 我们看这张图啊 最下面的那个大黑圈呢 就是不走神的时候 他的幸福程度的话 大概是在70左右 那么当你走神去想那些比较幸福的事情的时候呢 也大概是70左右 可是糟糕的是呢 我们经常走神去想一些不那么幸福的事情 那这时候的话你的幸福程度就会下降了 所以呢 你应该是聚精会神的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的话是让你比较幸福 走神的话不太幸福 这个科学结论是对的 那么很多人的话也建议大家不要走神 那么其实我自己也在练冥想 我的话会练我的专注力 让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能够专注 可是呢 在我不需要做事情的时候 我还是蛮喜欢走神的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从家里到大学 那么要坐很长时间的车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看着窗外发呆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就是在翻江倒海的走神 这个状态啊 让我很开心 那么现在的话 当然我知道了 从脑科学上讲 人在走神的时候呢 激活的是我们大脑的叫做 默认模式网络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的大脑 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 并不是大脑就关了 熄灯了 它不是的 大脑的一些区域 就会被激活起来 那么这个的话 好像就是一个大脑的 默认工作模式一样 那么这个模式有什么用呢 以前呢 科学家认为 这个模式没有什么用 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 它就自己出来了 好像是在进行休息 其实现在发现不是 这些网络呀 它可以把你大脑里的一些 好像无关的信息 进行重新组合 然后呢 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 也就是想象力 创造力的一个源泉 所以呢 其实喜欢走神的人呢 他很可能创造力更强 而我的话 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 创造力的人 那么当我知道了 这些科学结论之后呢 我就更喜欢走神了 当然了 如果我有一项任务 需要及时完成 我还是一定不能走神 要全神贯注 专注下去 但是呢 在平时 我会放纵自己走神 哪怕我知道 它会让我不幸福 没有关系 我的选择 第二个呢 跟这个有点像 就是很多研究发现 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幸福呢 就是要活在当下 你呢 就专注目前做的事情 不要去想过去 也不要去想未来 活在当下就好 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非常有道理 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一个人啊 需要经常想想过去 想想未来 当然也想现在 这样的话 人生才会比较有意义 这个的话 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 Roy Boymister 和他的团队 研究了 什么事情能够促进幸福 什么事情能够促进 人生的意义 当然发现 大部分促进幸福的事情 也促进意义 比如说 跟别人的连接 比如说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 对社会做出贡献 这些的话 都会让你觉得 我很幸福 同时又很有意义 但是也有某些事情 它并不让你觉得幸福 甚至让你觉得不幸福 可是它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 你思考过去和未来 和你现在生活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的话 就好像乔布斯 在他很有名的那次 斯坦福大学毕业演讲里说的 就是你会发现 有一条线 把你的人生给穿起来 但是进行这样的思考 其实有时候是蛮痛苦的 它会降低你的幸福感 可是呢 它会提升你的意义感 那所以呢 我不活在当下 我经常去想过去和未来 我知道这个会让我不幸福 可是我选择这么做 因为它会让我觉得人生更有意义 那么另外一件 Roy Boymister和他的同事发现的 能够促进意义 但是却会降低幸福的事情 是对于坏事的看法 一个幸福的人啊 他尽量避免坏事 他什么意思呢 第一 如果以前有坏事 那就让它过去吧 就好像现在有些 开玩笑的佛系的说法一样 那么对于未来的坏事呢 也不要去想 那么对于一些很大的坏事呢 你要躲过去 可是呢 Boymister发现 人如果经常思考以前的坏事 想一想 我为什么会犯了那些错误 我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教训 包括别人为什么要那样伤害我 我从中可以得到什么 还有对于未来的坏事 有一样很可能我会搞砸的事情 那么我是不是接受这个挑战 还是绕着它走 那么这些呢 其实能够促进你的人生意义感 但是却会降低你的幸福 那你要不要呢 反正我是要的 我会经常想一想 我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我未来 哎呀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很可能会搞砸 搞砸之后可能很让我不能说痛不欲生 但至少是很不快乐 可是我还是要选择去做 因为它这样的话 会让我觉得人生更有意义 所以呢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因为我并不把幸福当成人生唯一的目标 并不是说我活着就是为了越幸福越好 在我看来其他很多事情 意义也很重要 就像古人说的 与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幸福而去走神者也 走神对我也很重要 所以呢 这一切都在于你的选择 因为科学啊 它只是描绘事实 并不是给出指令 用学术界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science is descriptive not prescriptive 科学只是告诉你世界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样去生活 是你自己的选择 而且呢 其实你如果太幸福了 也不好 那么耶鲁大学的科学家呢 就综合了这方面的研究 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 幸福有阴暗面吗 为什么幸福并不总是好的 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样的幸福是不好的 那么他们开头就引用了 亚历史多德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史多德 其实和我们儒家一样 是非常强调中庸的 那么亚历史多德就提出来 正确的数量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目的 正确的方法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这些耶鲁大学的科学家呢 就指出了有四种不好的幸福 第一呢 是过度的幸福 就并不是说人越开心 越幸福就越好的 因为太多的积极情绪的话 反而会导致过于冒险的行为 比如说酗酒啊 或者是暴食暴饮啊 或者是吸毒啊等等 人在太嗨的时候 确实会容易做出这些不恰当的行为 而且的话会忽略危险 忽略这些威胁的严重程度 做出一些轻率的举动 所以人们不能够过于幸福 第二呢 是有时候幸福是不合时宜的 当坏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应该不幸福 你就应该有负面情绪 这个不仅仅是说别人 比如说别人如果是遭遇了一个亲友去世 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 你不应该在他面前表现出幸福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包括你自己 如果你遭受了一个挫折 你的话觉得情绪低落 这是可以的 不要责怪自己 我为什么不幸福啊 我就算遭受了挫折 我也应该变得幸福才对啊 不是的 你就不幸福 没有关系 坏事发生的时候 你还要追求幸福 那是不合时宜的 第三个呢 是一些错误的追求幸福的方法 比如说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靠避免挫折 你靠走捷径 想要获得幸福 那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幸福方法 你如果觉得不幸福的时候 就大吃大喝一顿 你如果觉得不幸福的时候 就去逛街或者上网购物 这个确实让你可以短暂的幸福一下 但是从长期看呢 其实是伤害你的幸福 那么第四种呢 是错误的幸福类型 比如说 你靠压倒别人得到幸福 你的那种攀比心 或者你的骄傲 你觉得我比别人了不起 或者呢 你靠贬低别人得到的幸福 这个的话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幸福类型 也是应该避免的 因此呢 并不是说越多幸福 越长时间的幸福就越好 其实呢 是恰到好处的幸福 才是最好的 而且呢 假如你太看重幸福的话 其实很可能 你平时反而更不幸福 那么有科学家 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呢 那些比较看重幸福的人 在这张图里啊 是用黑色来表示 而那些不太看重幸福的人呢 是用灰色来表示 我们可以发现 在低压力的情况之下 都是那些看重幸福的 这些黑色来表示的人群啊 他其实更不幸福 他们的情绪更差 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更低 他们的抑郁指数更高 那么只有在高压力的情况下 双方呢 才是没有显著的区别 那么科学家的解释呢 是在高压力的情况之下 双方都不太幸福 所以呢 你看重不看重幸福 没有太大区别 可是呢 在低压力的情况之下 那些比较看重幸福的人 经常会觉得失望 诶 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幸福呢 那么由此的话 反而降低了他的幸福 增加了他的抑郁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大部分情况下 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就算有那么大的压力 你看重幸福 也不会比别人 就变得更少的不快乐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在低压力的 平常状态之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 如果太看重幸福 反而比其他人 更不幸福 当然了 这个的话 只是一个相关研究 那么有人会说 会不会是因为 你平时不太幸福的人 所以的话 才会重视幸福 那么因此的话 科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的话 是把人群分为两种 一种人的话 就是告诉他 幸福很重要 你要注意幸福 另外一种的话 不告诉这个 然后结果发现呢 结论跟刚才是一样的 你如果给他一个 负面情绪的刺激 让他故意变得不快乐 结果呢 看重幸福和不看重幸福 的两种人呢 是一样的 可是你如果给他 一个正面的刺激 就是让他 有意地让他快乐起来 结果发现 那些你强调 幸福很重要 你要重视幸福的人呢 反而没有那些 不强调的人幸福 所以呢 这个就证明了 他的因果关系 就是如果你太看重幸福的话 反而让你平时 感觉不到幸福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我们首先呢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如何用科学来研究幸福 然后呢 介绍了一些方法 其中呢 金钱外表 这些外在因素呢 并不能让你提升幸福 而跟别人的连接 和你的经历 其实才能够更加 提升你的幸福 当然还有更多的 幸福的方法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介绍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提到了 关于幸福的局限 好 最后的话 我们来布置一下 今天的昨夜 那么有两个 第一呢 是我们今天强调的 人际连接 你的话 不一定是要 像我们今天说的 给别人花钱 但是每天呢 都至少和一个人 多连接一次 每次呢 至少15分钟 这个人呢 可以是你本来 不会连接的人 比如说 可能是你远方的家人 或者呢 毕业多年 没有见的同学 也可以是你本来 就给你经常连接的人 比如说 你的室友 或者呢 是你的妻子 丈夫 你本来就每天跟他说话 今天呢 跟他多说15分钟 但是呢 要全身心的投入 不要像平时一样 一边看着手机 一边跟他说话 一边打电话 一边还在上网 不是这样的 全身心的 跟他连接 而且呢 这个昨夜的话 是一个星期的 直到我们下星期 上课之前呢 每天都要这么做 这个每天连接的人呢 可以是同一个 也可以是不同的人 甚至还可以是陌生人 因为这方面啊 有个研究 我的话特别喜欢 向大家介绍研究啊 布置作业的时候 也要介绍一个 就是芝加哥的一位学者 他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假如你是在火车上 地铁上 哪怕就是跟陌生人说话 也会让你的心情 变得更好 所以呢 假如你找不到 合适的人来连接 跟陌生人 在地铁上说说话 在食堂里 和坐在旁边的人 聊聊天 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心情 变得更好 那么因此呢 这些连接方式 随你的便 可以是见面 大家一起吃饭 聊天 逛街 看电影 打球 也可以是电话呀 视频啊 微信啊 Email啊 只要是我们刚才说的 全身心的投入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的话 是第一个作业 每天至少和一个人 多连接15分钟 第二个作业呢 是为我们下一节课 做准备 下一节课呢 我们讲品格优势和美德 我们知道发挥自己的品格优势和美德 能够促进你的幸福 所以呢 你需要来测量一下你的品格优势和美德 在那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视频 可以让大家来观看一下 这个视频呢 大家要注意 在它的左下角 有一个叫CC的小按钮 你按那个按钮 可以选里面的中文 这样的一个选项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的中文字幕 给调出来观看 看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做一下测量 你自己的品格优势和美德 它不会超过十分钟 好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之前的昨夜 好 最后的话 又到了我们的推荐书的环节 那么今天呢 向大家推荐的书是 Sonia Lubromsky 我们提到很多次了 她的一本书叫做 《幸福有方法》 那么注意她的副标题的话 是十二大幸福行动 让你的幸福增加百分之四十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 就是说她曾经提出一个说法 就是人类的幸福有百分之五十 是先天基因决定的 百分之十是环境决定的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 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但这个的话 其实是她对于数学方法的一个误读 所以我在这里澄清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 她在这书里面提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实用方法 还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呢 她后来又写了第二本书 叫做《幸福的神话》 这里面的话 也有很多实用的方法 可以给大家借鉴 那么同样的 还有我们的幸福博士Eddyner 他也写过一本通俗的书 叫做《改变人生的快乐实验》 里面也是总结了相当多的研究 那么也包括一定的实用方法 在中国的话 比较流行的是这样一本书 就是《幸福的方法》 那么它是由我们称为 哈佛幸福课的 其实是积极心理学讲师 泰勒·本沙哈尔的 写出来的一本书 那么这本书的话 也是非常的实用 所以我也向大家来推荐 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的书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不推荐文献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